慈悲法语 当一切有情众生被无常击中 肚子来生的时候 愿我带领一切有情众生 以及所有与我结下善缘或恶缘的众生 愿我引导他们 愿我斩断他的痛苦之流 愿我再送他们度过四活 愿他们迅速获得无上证悟 七、在我们所有的身世之中 愿我们和圆满的上师永不分离 愿我们善用佛法的一切殊胜利益 圆满修道和实地的功德 愿我迅速赠得金刚十的果位 八、不带傲慢或悔恨 所从事并加以正确回向的行为 具有一种畅通无阻的能力 能够使我们迅速地朝着正无的方向前进 祈愿文 一、愿透过从此生的功德 以及透过相对与究竟之无上菩提心的力量 愿一切众生变得如观音菩萨 超越轮回与涅槃两个极端 二、愿一切有情众生 为了自己和他人而达成正物 愿一切众生能够通过智慧 为他人而达成正物 为他人而达成正物 三、愿众生能够化现为任何能够利益 每个生命的神像 凡属众生 阿罗汉 佛萨和佛 孜孜不倦地 为了一切生命的利益而努力 四、愿一切有情众生 能够达到观世音菩萨的层次 并且如观世音菩萨一般地 利益众生 消除罪业之法 一 金刚萨朵法 六道众生 在轮回中 承受无止境的悲惨痛苦 究竟根本之音 乃源于业障与散度 无名 称恨 以及愚直 除非众生 业障 及独根 完全清楚 否则 永无解脱的意见 在经典与秘序里 佛陀曾很清楚明确地提到几种宵夜的方式 而其中最迅速 最出胜的就是底外金刚萨朵 忏悔并修持金刚萨朵法门 金刚萨朵是象征大圆禁制的无上本尊 换句话说 以外秘论 它是代表全宇宙的滑现 以内秘论 它是总及所有本尊的滑现 本传承的金刚萨朵离柜 与禅修方法起源于莲师 他为了未来世众生的利益 将此法秘密地藏于藏来一处 叫雪多乌卡达的岩石中 后来第十七世纪中 由乌金中宝离柏在灵世中发现取出 从那时起 金刚萨朵的原始仪柜 与修持方法一直很虔诚地被保留至今 无意思修改 而修持方法也维持着原来样子 无论是显密的修行者 其基础都在于文、思、修 以及对因、道、果、子、正面 一、对于一、修行者应是一切友情 气、世界、平等、无差 之所以有近与不近之分 只是其外向的显现而已 二、修道时见地要原容 简单地说 修行者要融合二种禅修为一 即升起自地与圆满自地 这样子它才能免于二元对立的观念 而对于取舍以及敬畏等 不再有很违心 三、果是二神之融合 即法神与化神 谈到修行者有三种 上根弃者、中根弃者以及下根弃者 一、上根弃修行者 基于对佛法经论的深入了解 以产生坚定不谣之信心 实时精进修行 并观照面世之心 无一丝凡夫俗事的信念 长持亲近三昧业界等等 此等修行者 有可能在浙世及开悟解脱 二、中根弃修行者 有可能在中医时解脱 三、下根弃修行者 如长持亲近三昧业界 也有可能在十六室内解脱 消除罪业之法 二、中根弃修行者 则只要曾参加金刚萨夺法会 一个善因缘便已开始建立成熟 这个因缘不管是顺缘或逆缘 都将对他有所注意 重点消除需时间 若说过去是所作重业 现在是修法不可转 那我们何必祈求佛法救度 其实业力可分为个类 一、重罪业 此种罪业当过现行时 无法在瞬间消失 二、清罪业 俗称为障碍 可以在短期内修法忏悔 使之消失 罪业无论重情 皆可借由殊胜的佛法 使之消除情境 唯独重罪所需之心力要大 使经要求 才能消除静境 同时还需借着努力 用功念咒及观想 经过许多次的升起次第 即圆满次第的休息 再经过长时间不间断的修持 才可以渐渐清除 例如某人注定将死于地震之灾难 此极为重罪业 若平时无长期之修持 则在夜过现前时 无法在短时间内使之消除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称为重罪业不可转 至于教秦之罪业 则可以借由忏悔来消除 忏悔就是将往昔的恶业残除 比如观想在诸佛前 在诸佛前颤除往昔的恶业 特别是以四粒忏悔去做是最圆满的 一 在想往昔所造的恶业时 可以想自己从小到大的贪心 生气 嫉妒 恶口等 如果受过别解脱戒 菩萨戒 密称的戒律的话 有犯过根本罪 僧残等 要生起对这些的后悔心 因为在死时 这些恶业未颤除是很可怕的 二 观想在诸佛前颤除往昔的恶业 三十五国一定会说 你已经清静了 不会把你带到法庭审判 我们造恶业或起心动念不好时 面对亲朋好友时会不好意思说 会感到害怕 但是不用怕对诸佛说 而是要转向佛菩萨求禅会 三 阿底侠尊者说 我每天犯的错误如同雨点那么多 尊者都时时刻刻在求禅会 那么我被凡夫每天所犯错 是不是连大地都承载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温暖的阳光 普照大地 微风轻浮合体两旁的芦苇 涓涓细流缓缓流过 坐落于屏东县严谱乡的 屏东严谱护生狗园 隶属于海涛法师制业 台湾救狗协会所属的狗儿收容机构 四周环境清幽的园区内 共收养了856只狗儿 一踏入园区 映入眼帘极为慈祥的地藏菩萨圣像 守护着这片有爱的净土 随即而来的便是狗狗兴奋的叫声 许久不见万人参访的狗儿们 心声欢喜地跳上跳下 尾巴也随之摇摆 似乎在与来者热情地打招呼 不同于其他的收容中心 严谱护生狗园专门接收 因生病衰老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 多数有着残缺的肢体和受伤的心灵 其实它们原本都具有丰硕的体毛 以及健全的肢体 也很喜爱亲近人类 却因为老病或虐待而惨遭丢弃 受到伤害的狗儿们 除了身上显而易见的伤痕或残缺外 心灵上更留下深深的阴影 因此在照顾上 工作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 佛陀说众生平等因慈悲相待 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 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 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 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 期望在天地有情 人间有爱的世道下 得以感召更多大众加入爱狗的行列 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免于遭受生命威胁 能够自由自在 无拘无树地 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 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 除了感谢海桃法师慈悲的大爱 打造毛孩们快乐又温暖的家园 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 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 使不同的身心灵状况 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 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永续经营屏东 阎谱护生狗园 台湾救狗协会 曾智底邀请您 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遭受遗弃 以及伤害的狗儿们 能在屏东 阎谱护生狗园里 获得重生 西记得以共同实践 佛陀爱护一切 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波帐号 50016766 50016766 护民台湾救狗协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教智慧故事 华身实德大事 普贤菩萨硬化人间的事迹中 当以唐代实德禅师之行迹 最为人们所熟知 他是由阿弥陀佛化身的风干禅师 剪回书养 后更与世称文殊菩萨化身的 寒山大事称为莫逆之交 因三者皆驻于天台山国庆寺 后人合称为国庆三尹 别哭了孩子 你是迷路了吗 我送你回家 我没有家 那你叫什么名字 我也没有名字 那你跟我走吧 寒山 这个孩子是你们村的吗 既然这样 你愿意住在这里吗 愿意 你是我在山上石德的 就叫石德吧 太好了 我有名字了 灵异 以后就由你照顾他 是 师兄 您快去看看 石德在摘堂撒野呢 嗯 啊 你知道吗 我有一颗明珠 埋在暗中 可惜 没有人能石德啊 什么 你能石德 小果身文 别说大话了 大胆石德 竟敢对佛陀无礼 啊 师兄 你如此放肆 以后不用清扫摘堂啊 去厨房洗碗吧 是 石德 你犯了什么过错 怎么被罚到这里 工作不分高低 这儿也不错 拿回家去慢慢吃吧 谢谢你 嗯 嗯 那些乌鸦又来偷吃了 嗯 哼 你接受出家人的供养 守护佛寺 请进道场 却不管寺里的事 让食物被乌鸦吃得一塌糊涂 如何当得齐兰的直思 嘿 师兄 我昨晚做了一个梦 梦到齐兰神来祝苦 说食德打他们 我也做了这个梦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如此看来 这食德一定不是平常之人 还有一桩事 我一直没敢跟您说 何事 前日 我在戒律堂说戒 食德和寒山 赶着一群牛闯了进来 食德 你太疯狂了 竟敢破坏说戒 那轮回生死 虔诚悠悠的众生 正在这里聚头闹 无称即是戒 心境即出家 我性与你和 一切法无差 食德 快出去放你的牛 我没再放牛 这群牛 前生都是本寺的高僧大德 都有法号 不信我叫唤他们 他们都会应声的 前生律师 红镜 站出来吧 前生点座 光超出来吧 执碎禁本 站出来吧 执事法中 前生不持戒 人面而畜生 你今朝此救 怨恨于何人 佛力虽然大 你却孤佛恩 以你所说 那食德 两位师兄 吕秋太守前来拜见 快请 两位大师 经文寺里住着一位活菩萨 特来拜见 请他的周线讲经 去求食德过来 是 食德和寒山离开了寺院 他让我把这封信交给师兄 若干年后 小师傅 你可知道食德大师 当然知道了 他是我们国庆寺的传奇人物 普贤菩萨的化身 请跟我来 这些是食德大师的舍利子 小沙米返回寺院 把这件事告诉了大众 大众这才知道 他们所敬重的食德大师 已在岩洞里试迹 就将岩洞号为食德岩 这个岩洞在国庆寺东南方 约距离寺院二里左右的山峰上 今天是陆在岩洞里 是苏大天王 食材人间善恶之力 抗家大众 修持百官在解 不思想 不讨德 不饮 不梦义 不饮酒 不面子花雷之城 不着香花瓣 不香油豆腥 不管听歌舞 不灰熙熙 也就是七哉 过五不熙 是虚公爵 阿密导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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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